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多沙小餐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230克的高筋面粉 先加入3克酵母粉 再加入20克白糖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先打入1克60克的鸡蛋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90克的牛奶 接着我们用筷子先把它们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最后我们再加入15克食用油 然后再下手把它揉成像这种偏软一些的光滑面团 揉好后我们先用手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揉的细腻光滑一些 然后再把它按扁成小饼的形状 接着我们先包入提前揉好的豆沙球 然后用虎口处先像这样把它慢慢的往里收紧 收紧以后我们再把它按压成小饼的形状 接着我们先把它擀成厚度约3毫米的长方形饼皮 擀好后我们在表面给它轻轻的划上几刀 接着我们把它翻面以后再像这样把它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 像这样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都做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配有硅油纸的烤盘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肠温醒发这两倍大 醒好后我们在表面先刷上一层鸡蛋液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 接着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 烤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豆沙小餐包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咬上一口还有一股浓浓的牛奶和红豆沙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